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8月5號禮拜一的採人廣進 台北股市昨天上個禮拜 在周線跌了差不多400點 那今天台北股市還在跌 而且跌幅還是不小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台股找牌開小低之後 一路的震盪走低了 那目前台股還沒有收盤 可是我們沒發現到 台股今天又跌了100多點 現在來到10,444點 那台北股市這波的走勢跌跌不休 從上個禮拜將近 禮拜四左右 禮拜二左右 禮拜二禮拜三左右 就一路跌 一路跌 一路跌 那每天的跌幅都蠻大 那到底這盤怎麼解 台北股市這地方有沒有機會止跌 那到底止跌的訊號在哪裡 那其實你在看我們的節目也好 或是你擁有我們這個LINEX也好 其實對於台股的走勢呢 我們都會提早跟他去做分析 那我覺得這波整個台北股市的多頭 一直到了上個禮拜 現在7月25號以及7月26號 這個時間點將近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區 在這個位置區左右 7月25號 7月26號 當台北股市這波的多頭走上來之後 那一直到了一個多禮拜之前 這個時間點我們那時候送給各位 會員的傳真稿 那為什麼我要送你會員的傳真稿 我是要告訴你 未來台股的走勢 他會怎麼去走 就算你當時沒有來領這兩份 7月25 7月26號的傳真稿 跟8月的策略有關 沒關係 同樣的在7月31號 那個時間點我針對 我送給各位禮拜四禮拜五的傳真稿 台股走勢邏輯分析 我就跟各位講過 這裡你要有逢高獲利 調節的心態跟動作 有沒有 所以當台北股市還沒有跌之前 我們就建議各位 你趕快先把持股調整一下 不要買了一堆股票 到現在為止你都不賣 當你都不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台北股市 已經跌了將近多少 500點 已經跌了500點 但是當台北股市跌下來 不管你有沒有做動作 那現在的重點在於說 那這個盤到底有沒有機會止跌 到底這個盤 它未來會怎麼去走 上個禮拜五 我們又再送各位一份傳真稿 也是我們會員的傳真稿 那整個台北股市 我們要怎麼去抓 它落底的訊號 今天答案已經寫在測標了 落底的訊號要放在日語 我們來仔細看 上個禮拜五 8月2號 當時我送給你這份傳真稿 我就寫得很清楚 落底的訊號在日語 為什麼落底的訊號在日語 好 我們現在來講解一下 到底現在這盤要怎麼做 因為台北股市跌了500多點了 說句實話 你之前高點不賣 現在應該很多個股也來不及了 但是台北股市會不會跌跌不休 這是又跟美中貿易戰有關 現在也不止美中貿易戰 我們又發現到 好像香港的一些罷工 罷勢的一些問題都還存在著 所以還蠻多事情去干擾這個盤 那我們要怎麼去掌握這個盤 真正好的買點 那如果說你手上持股該怎麼辦 我們直接來看 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會繼續在點 各位你注意看這個就知道了 我把這個放美元 放日元 你看 今天日元一開盤就升值 到現在為止日元升值 創近期以來的新高 有沒有 升最快的是哪一天 8月1號 8月1號台北股市那天跳空開始大點 有沒有 是不是跟日元有關 有沒有 看到日元 好 為什麼 我跟你說台股落底的訊號 會在日元 如果你在股票市場久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到 每次國際政經發生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全球股市出現 下跌的那種狀況的時候 全球的資金 它會以幾個重要的國際金融 去當避風港 一個叫做黃金 另外一個呢 叫做債券 另外一個就叫做日元 為什麼日元 因為日本是有零利率 你去把錢換到日元去 你借日元不用錢 你借日元不用錢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們從過去歷史裡面來看 前一波 也就是說在5月份的時候 正好也去遇到美中貿易戰 好 那個時間點川普一開炮的時候 造成台北股市跌的差不多700多點 有沒有 那這一段下跌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 整個日元從1.1.2.4 它一路升值 它一路升值 那為什麼這地方會升值 因為在台北股市裡面 或者是其他亞洲國家的股市裡面 這個地方的資金啊 它都跑到日元去了 因為你借日元沒有成本 不用利息 所以它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把資金跑到日元去 日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避風港 好 所以呢 當你看到日元在走深的時候啊 通常資金就跑到這裡來 那你再去看新台幣的匯率 你會發現到啊 今天新台幣匯率這兩天都是大扁 有沒有大扁 什麼叫做大扁 也就是說資金跑出去了嘛 跑到哪裡去 跑到日元去啊 所以我說 你說台北股市到底指穩了沒有 你從前一步的走勢 你就已經知道答案了啦 為什麼 因為當整個日元開始升值到6月份的時候 開始出現紙貶的時候 投資本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在我們的Light裡面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 比方說6月4號 我說台股在6月會有機會形成攻擊盤 為什麼 因為當時跑到日元的資金啊 它已經跑回來了 造成日元已經出現紙貶 所以呢台北股市 是不是6月出現攻擊盤 那同樣的啊 現在又回到美中貿易戰 又開始好像有那種跡象了嘛 但是你會發現到啊 整個日元是不是又出現大升 對不對 為什麼台北股市大底 因為資金跑掉了 你看新來幣匯率就知道了 你再看日元就知道了 有沒有 日元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 很明顯的升值 來 導播沒有把字弄掉 我直接上來 有沒有是不是又出現升值 所以呢台北股市什麼時間點 它會有指紋的跡象 它落底的跡象 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你這個地方要先質別 否則現在資金全部跑到日元去 你說台北股市要怎麼漲 所以時間不到嘛 那這地方到底台北股市 什麼時間點 它會有機會 好 那各位 對 我今天在Lite裡面 我提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觀點 觀念 當時我跟各位講 日元 日元是指標嘛 那你日元要升值到什麼位置 才有止扁回升 止升回扁的機會 這關係的是什麼 你台北股是什麼時候落底 對不對 好 那你再仔細來看 禮拜五的時候外資大賣超195億 這個賣超呢 比5月9號當時發生 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185億還要來得多 可是你想想看喔 當時5月份的時候 當時外資的期貨多單 高達5萬多口 但是台北股市跌了870點 那你現在目前外資的多單呢 到禮拜五的時候 只剩下2.9萬口 問你台股要跌到哪去 他禮拜五賣的比5月份 當時185億還要來得多 那現在期貨的多單 又比當時的期貨多單 還要來得少 那我問你啊 台股會跌到哪裡去 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好 再來 台股已經破季限半年限 但台灣50還沒有破季限 會不會走普跌 還有一個重點啊 8月份台子期的結算在8月21號 今天8月5號 為了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外資會怎麼做 以上這些問題都關係著 8月台股低點在哪裡 我為什麼要把這些問題點出來 因為你從來沒有思考過 當你從來沒有思考過的過程裡面 指數漲你就追啦 那指數碟呢 你就在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可是沒有 很多時候在股票市場裡面 為什麼我們能夠提前跟他預告 這個盤要怎麼做 當初5月底就告訴你了 台北股市5月底 這個地方要過月線 略位形成供棋盤對不對 當台北股市場上來之後呢 我們一直到7月25號這個位置區 我跟你講要賣股票 我扎扎實實幫你賺這一段 也就是說在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有買有賣 那我們現在會員手上現金一堆啊 那所以呢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開始在找低點 也就是說在找那個低檔在哪裡 你要去找這個低檔在哪裡 你又必須要了解 這四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是我剛跟你講的 那這些答案呢 我都寫在傳承稿裡面好不好 但是會員的權益 所以呢我今天暫時先不公佈 但是如果說對於這個盤 你都沒有概念 你都從來不去思考的 我還是要接你 低點還不到啦 你先不用急啦 但是呢你要先了解一下 你手上的持股 到底這地方對不對 你到底是不是需要 這地方一直死報活報 那如果說手上的個股呢 不了解的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今天我們針對你手上的個股 給你回答 但是一個人限兩檔好不好 那至於台北股市的低檔在哪裡 其實我們這些問題 都在今天傳承稿裡面 有答案 所以到時候呢 時間點到的時候 我會帶會員進場低階 所以我8月份的那個績效 我會重新再累計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 與其你在猜 與其你賠的錢 不知道可以參加多少期的會員 好不好 那我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那如果說手上持股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廣告之後打電話進來 一人先問兩檔 OK 低點還不到 但是我們要掌握低檔 再創8月份的一個績效 有任何的問題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